华为事件日日新鲜日日金 你看回一样东西 为什么美国这么高调引导孟晚舟甚至起诉华为呢 其实某程度上是中共逼出来的 你看回一样东西 就是说中共根本处理这些所谓危机是完全没办法的 就是靠恶靠空 怎么中共逼出来到现在呢 你说中共按钩部甚至这些中共按钩官说什么呢 看回一样东西 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表声明 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引导华为孟晚舟 大使馆表示孟晚舟事件不是一宗普通的司法案件 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批评美方动用这个国家机理抹黑打压 打压特定中国企业 企图扼杀这些企业正当合法的经营 背后有很强烈的政治企图 这个发言人说美加两国 满用这个所谓双边引导条例 对中国国民无理采取强制措施 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说叫他们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的立场 他说立即释放 说立即释放啊 孟晚舟和切实保障他的合法正当的权益 就是说不要为美国火中取律 这件事讲到这件事 到现在都是这样 这些中共昂交部 值得留意到现在这时 都是这些中共昂交部 中共昂交官在说话 其他再高级的那些都不想说这件事 因为现在最高级的那些 所谓比这些再高级的那些 就是刘鹤那些甚至习近平那些 就顾着谈判贸易谈判也好 去到美国构头也好 始终都要谈始终都要解决的了 现在这么说这件事 现在这件事真的死不悔改 就是中共 真的你这样用这些词汇 美国就会守怨了吗 最紧要一件事 你经常都说 他这里讲到不是一宗普通的司法案件 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首先这两个字 司法这两个字 在中共国里的字是没有的 私人的私就有 法财的法就有 这两个字肯定没有的 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司法 对不对 政治事件肯定中共国是有的 政治经常发生 政治事件 他批评批杀中国企业 合法经营的东西 你中共老实说这么合法经营的 你问问万万洲为什么这么躲避 那么闪避 就是2017年之后不敢去美国就知道咯 你问一下他呀 当事人问你这么有理据说明是抹黑打压 为什么你不请律师去抗辩呢 因为司法这件事他不懂的嘛 抗辩老实说不是说你没罪就没罪的 你要拿些扫保出来看的嘛 扫保就是说要你找你这些东西出来说 中共最怕这件事的了 中共是不见得光的嘛 所以用这些暗沟部啊 暗沟官员出来说话咯 再说回中共这件事 美国这么高调引导华为 起诉华为引导这些晚舟 中共逼出来拿了三大理据 除了这些暗沟之外 第一件事就是说 中共无理拘留家国的公民 这件事就引起加拿大里面强烈反应 这件事其实这件事 因为曼晚舟这件事是美国叫加拿大捉的嘛 如果美国无反应的 我经常讲 美国之后叫他的盟友 如果要拘捕相关的人员再这样引导去美国 其他国家会不会这样做啊 即是说美国一定要那一段这样做 不是说你中共这么凶这些国家 美国就守完 因为你看看之前特朗普常放声气出来说 会嫁入这件事件嘛 搞乱了有些司法程序 现在说明美国的司法部强烈 就是这么公开的说我要引导 我要起诉华为就是这样 第一件事迫出来 第二件事就是说 就是加拿大驻中共的大使 他向特朗普挑剔这件事也是肯定辣着美国的 对不对 你这样说话真是火上加油啊 第三件事不用说了 第三件事就是说中共在这里说的嘛 中共在这里说对中国企业如何围堵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你看看第三件事就是美国对华为 甚至中兴也好联想也好 中国企业全球围堵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你问心啊 你那些企业是不是真的这么合法 合情合理经营就知道咯 美国有了CIA有了情报 跟了你这么久 怎么会不知道啊 就是美国如果当一无论这样说 美国是围堵你 当你中共是这样说 你说是抹黑压搞你这样玩法 如果美国真的这样玩法 是这样围堵你的 就好像因为911那样 911那样 911那些恐怖分子 撞美国纽约那两座双子炭 就是说拉登 说拉登搞出来的嘛 因为911全球围堵拉登 就要令到拉登消失 就是这样如果美国集中要围堵你中共的企业呢 如果这样用阴谋论说 就好像拉登事件那样一定要你消失了 是吧 就是现在这个时势很明显啊 很明显就是说美中俄啊 只有对抗没有合作的了 根本上就是说有特色的新冷战开始 就是说表到明你要表态就是这样 就是美国的盟友很多都表态的 肯定是站在美国那方面的了 其他呢 常常都说香港的嘛 香港这个临病嘛 那你就表态如果你说真是亲中共的 那你真是没云行的 老实说如果你表态呢 你说亲美国呢 不要说给美国 就是不要说渴望美国会给你很多甜头啊 只是美国美帝不搞你啊 就是不搞你啊 你已经劏诸还神啊 就是渴求这样东西而已 如果美帝要搞你啊 搞你香港啊 真是好似按死一只矮那么简单而已 是吧 所以这些物品 所以现在你那班在香港 我经常说重复都是这么说的 叫我那班那样商家佬 不要打算两面吃啊 你要表态的现在 现在就是这么明显的 再讲回这件事 再讲回委内瑞拉那件事呢 委内瑞拉那件事呢 委内瑞拉现在的局势啦 就说美国暗示会出兵的嘛 暗示啊 看回这单报道讲啦 就是说国家安全顾问啊 就是说这个 国家安全顾问呢 就是说博尔顿啊 在你出席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呢 很明显啊 很明显啊 就是根本就是 专专给记者看的这个讯息 写了一些东西 都说会去 会向委内瑞拉出兵五千人 五千人够打的 以美国那些军力来说 以美国的美军能力来说 五千人够打的 你看回这件事呢 他这样讲就是说 其实他这样公开呢 怎么会这样向出来出便的 是吧 就摆明就是说 叫记者放风给委内瑞拉 现在的马杜罗听 要是呢 你就自己下台 好过一些 如果出兵拉你下台呢 你一定跟他 就是之前讲过的嘛 那个叫关塔拿摩监狱的嘛 是吧 会运去那里也不定的嘛 那你就有排牙气了 那你看回如果美国 就是美国如果你说出兵的动作 就是其实美国出兵很简单的 美国出兵说打打打 什么什么什么 尤其是委内瑞拉算是什么呢 那之前讲到明 就是访问普京 就是普京叫美国不要杀手 接着再问俄国 俄国都表明说 不会出兵介入去委内瑞拉的嘛 那中共国不用说啦 中共国更加 更加现在手忙脚乱啦 如果讲军力更加不可能啦 投射到这么远啦 是吧 那你看回一样东西而已 其实现在那个叫做瓜伊多 就是现在那个 和这个马杜罗啊 其实两边摆到明壁里分明 一边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的 和周边国家支持的哦 是吧 那马杜罗根本都没有了 势已经输完了 就是再讲回 如果美国出不出兵呢 就好看一个人 那个叫特朗普 特朗普啊 特朗普啊 自从那某牆的事件之后 就是墨西哥那某牆呢 之前又令到政府的公务员 都几乎没有良缩那么低 跟着现在又说 就是特朗普又妥协那样啦 那现在你连给那些右翼啊 就是特朗普肯定是右翼的嘛 连给那些右翼的评论员 都骂特朗普 就是说特朗普 就是说特朗普没有人用那样啦 就是说特朗普没有人用那样啦 特朗普其实都惊惊惊惊惊 而右翼都不支持他哦 就是说美帝如果出兵委内瑞拉 就好看特朗普的形势 特朗普如果真的形势 在里面美国的政治形势 是开始减弱 就是开始被人围攻呢 他就会用出兵来转移视线的嘛 美国是这样的哦 是不是 那我又想说啦 现在又想说特朗普啦 如果美国是一个有制衡的国家 假使来的 如果美国好像俄罗斯和中共一样 是没有制衡的 以现在的军事力量 以现在的实力 中共俄国北韩伊朗这些邪恶俗心 一早消失了啦 对不对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